现在你可以使用手机上传YouTube影片了 并且做好完整的设置非常方便 这期影片就会展示给你如何操作 Hi 我是 Grayson 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关于YouTube频道运营、流量变线 以及网络专业内容 我每周会分享三部影片 所以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免费领取YouTube影片上传清单 你可以对照里面的每一个步骤 去对YouTube影片进正式的上传 想要从你手机上面去上传YouTube影片 你首先需要打开YouTube App 然后在中间有一个加号的标志 在这里面你可以选择你的影片文档 然后下一步可以让你去浏览一下你整个影片文档 你也可以选择剪辑成Shorts 我们可以再选择下一步 在左上角有一个选项可以让你上传影片的缩图 在你选择好缩图之后可以让你进域览 然后右上角可以选择 现在我就上传了我影片的缩图了 然后底下可以建立影片的标题 下一个选项就是新增影片的描述栏 你可以在这里面去输入描述的信息 比如说你这部影片是讲什么内容的 或者是你的一些链接都能够交入到你说明栏里面 接下来就是你可以设置一下浏览权限 一般来说我是先建议大家选择不公开的 在你上传影片之后你可以先检查一下 再设定一个时间再公开你的影片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选择底下的安排时间 在这里面你可以选择一个影片公开的发布时间 你还需要选择这部影片是否是为儿童打造的 这个选项你需要如实的回答 如果是儿童专属影片就要选择是 然后你还需要选择年龄限制 是否是只有成人才能观看 接下来这个选项是地点 你可以选择或者不选择都是可以的 然后你可以选择是否要把这部影片 就交入到一个播放清单里面 你可以选择你之前创建了的播放清单 还有需要此重混的设计 你是否允许其他人去重混的影片还有音讯 还是说你可以选择只让他们重混音讯 或者是完全不允许重混 再往下一个选项就是留言设置 一般来说都是选择默认的选项 可能还有不断的内容留言 必须经过审核才能够发布 并且要提高严格程度 在做完这些设置之后就可以选择上传了 现在就显示了正在上传影片 我可以选择查看影片 在你的内容里面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在上传的影片 它会显示还剩多少时间 上传的进度 像是上传完了影片了 你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个三个点的标志 这里面我们可以选择在YouTube工作室里面编辑进阶设定 然后就会打开我的YouTube Studio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除了刚才那些选项之外 还可以选择盈利的启用 如果你频道已经开动盈利了 这里面可以选择是否要开启广告 然后底下有更多选项 比如说加入标签 这里面可以选择新增标记 当你加入一个标签之后 你需要选择逗号 就会形成一个标记 就可以再新增第二个了 再底下也可以选择影片的类别 你可以根据你影片的内容去选择不一样类别 也可以选择是否要显示有多少观众喜欢这部影片 底下还有授权和发布 一般来说就是选择标准的YouTube授权 如果想删除这部影片 也可以选择从YouTube上面删除 现在已经学会了 如果使用手机去上传YouTube影片了 你YouTube频道还需要做很多重要的设置 才能保证你的频道能够正常运营 你要看这期影片 如果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希望能做这部影片 点赞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 而是更多关于YouTube内容 追踪我IG 能够会有更多互动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